现在这段就开始清楚讲强力而致的定义 什么是存在者的问题是探索存在者之存在 这是凯德格一直由存在与时间一路问的问题 他说我们一路问的问题都是问错了 是问存在者 德文叫塞德 例如每个事物 人 甚至宇宙 太空 所有东西都是一个对象 都是一个事物 由康德而来就是一个对象 一个存在者 凯德格讲过真理的事 真理是一种涌现 是一种遮蔽下的揭露 就是说在艺术里面比较容易明白 我们有一个例子比较容易明白 我刚刚听到另一个讲 凯德格 他说 例如我们年幼的时候 特别西方人 就会和小朋友讲关于王子与公主的故事 从前有个公主很长头发的 很多种版本 例如茜德拉拉或者灰姑娘 这故事其实一个小朋友 无论男子与女子 四五岁听的时候 他其实是不明白什么叫浪漫爱情 但是他说故事的方式里面 其实故事是一个浪漫爱情 以前有个王子公子 其实是后来当我们成长之后 一个少女或者到了某个球偶阶段 其实我们正在追求一个白马王子 或者追求公主 这种童话式方面是什么呢 他说他用这个意思的说 本来这个故事讲出来 被小朋友讲 是遮蔽了这个故事 他本来是一个浪漫的情调 但是小朋友听不明白 但是事实上当他成长的时候 基于什么生理 其他要求 当他需要谈恋爱的时候 他就是用这种 王子与公主的故事 了解世界 于是就产生了我们 所谓一个浪漫爱情 特别年轻的时候的版本 这个版本里面就是一种生成性 由隐蔽 本来他的开展是一种隐蔽 即是语言的开展 这个故事本来就是 掩蔽了浪漫爱情 说给小朋友听 因为他年纪没有办法 只是一个掩蔽 但是掩蔽根本在他过程中 慢慢地生成了他的一个世界 所以这个世界有一个幻象 但最少来说是构成一个世界 这个模式里面就是 尼采或者凯德格 他认为重要的地方就是 我们传统所思考的问题 都是存在者的存在 为什么思考存在呢 存在根本是一种生成 是一种境域 是一种不断开展 但是这个开展不是 好像有件事物开花结果一粒 总之不是 不是那么实体性的因果关系 而是它是这种很微妙的方式 就是一直隐蔽 我们每听语言的时候 我们越学语言 就越学到遗忘 语言本来是存在之家 但是我们每个人 由最初原初的思维状态 混沌的状态 道家很向往 赤子之心的时候 其实是一种存在的状态 但是我一学习语言或者知识之后 道家认为我们就是 道术将为天下列 所以我们慢慢对这个世界 有很多理论很多想说 甚至是最后想统一所有所说 其实最后统一的统一就是 刚好就是科技 开始了 刚好就是用一个最强的数理方式 统一世界 这个方式 于是这里就变成了一个生成性 讲意志 这个生成性就是意志 这个Villa 这个Villa 在德文来说大概都是意志 有两个字 有一种叫Wollen Wollen 就是意缘 即是wishes 而Villa 就是我们普通说英文的意志 就是康德说的道德意志 这一点里面会说到康德的问题 这个 海德格我越来越觉得它是综合性 都很强 OK 这些是背景 您先讲 您都讲完了 因为我记录了一些 一会再说 现在就是 这里面开始 海德格立论 他立论的意思是 尼采1885年 188年 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形象 尽了一阵的风暴集击他 这段里面 他大概的意思 我再诠释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当时可能是令到他比较出名 很多人开始看 令到他好像突然形成 大家以为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就是他最高峰的作品 他说这一年里面 尼采形成对其志学主结构的计划 他有一个很强的要创造的体系 188年 这个是崩溃前一年 他应该是1890年 这两年 就是尼采最后几年 最终放弃原先的种种计划 他说处于一种奇特的骚动里面 他想審查尼采这个情形下 就是想放下了以前的写作方式 要用一个未必一定所谓严谨的方式 也不是传统那些智学家的那种方式 但是它是要构上一个很庞大的问题 就是存在的本源 就是刚才我开始说的就是生成性 生成性 这个如果你有机会看谋生 谋生早期想的问题 它是在宋明里学 《心体与圣体》里面 他说西方智学有一种叫 principal actualization 即是实现性原则 另一种是principal formation 他说拍照属于principal formation 他没有做物子 而是讲事物如何构成 形构原则 但是actualization 就是形上学里面 讲生成变化的 逆转就是属于principal actualization 这里里面尼采想讲这个实现原则 稍后他会提到的 不是讲formation formation就是为何这个世界是这样 因为有语言有些东西构成了 这是另外一种思维 到180年他有一种奇特騷动 他说透过自己看的文献 他说这里里面完成了几篇短文 《华加纳事件》 《华加纳事件》 是尼采二十多岁 华加纳应该都四十岁 因为他当时已经开始出名 他很喜欢《华加纳事件》 但后来《华加纳事件》 可能是傲慢 或者是某种 大家比较知道 性情的方面 就是他开始对《华加纳事件》很厌喜 写了几篇文 这篇文叫《Case of Wagner》 这篇文是批评《华加纳事件》的音乐 其实不是真正的音乐 其实这点是我觉得有点偏激 他未必一定是讲问题 尼采反驳《华加纳事件》 诸臣的黄昏 即是说我们不需要偶像 我们需要重新的方式 而且潮席的人 在《Exit Homo》 是讲迷彩自传的 有一句说话很出名 他说 为什么我这样聪明 高于水平线六千公尺 你看到这个文采 就是说 为什么我这么聪明 有人以为他是一种炎尿 但是高于水平线六千公尺 为什么我离开了很多思维的这么远 到1980年出现了 反基督 我们很多时候就这些字面 了解尼采 但是 尼采去世前 在1900年去世 在1900年去世 他应该说过 他遗图里面 中共有这么多片段 强力以至第一版里面 但是慢慢发觉 越来越多 现在考究的就是 有个妹妹就是 这个卫马 就是那些地方 妹妹叫做什么名字 我记得了 将它收录 甚至很多喘改 现在考究了 根本不是尼采社 于是来说 一个考究 你前面的段不重要 就是 对这个 Will Power强力以致的问题 就出现了很多想法 到这里休息一会 这个主揭构就是 开始 这些是他引据 他很喜欢考证 184年他写信给朋友 他说 我心里 最近几个月 我专心研究世界历史 为之深信 这个世界历史 当然不是指 我们普通说的 罗马史那些问题 他想说 世界历史是主存在的本源 甚至这里里面有些说法 这个是开德格 因为他用他自己的理解 当然有很多是主管性 因为他要证明问题 有时资学家有这样 他不一定要理客观 而是要证明自己的问题 他说 柴德拉图斯特拉维 我的资学都是一个前厅 只是一个预备 不是我的殿堂 不是我最后的地方 这个就是他的描述 主结构 他说这个1984年的时候 他说 我的主结构 就是指他的体系 最近这几个月 我希望可以描述 但又怕 但愿我身体能够应付得了 其实想写的问题 OK 这些全部都 他说 我有些事情 突然说 我几乎 85年 第二年的时候 再也不能传达 至少不能用文字传达了 他有很多问题 不知道怎么说 最后的四年里 就写了一本书 这个题目 加了一个付出 强力以致 willpower 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这个题目就是这样 我需要一个孤独梁 我身份 描述他想做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 后面会说到 就是对一切价值重新评估的尝试 这些其他的不是很重要 180年即神病法 你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初步 看看刚才所说的 有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在做一个 一个 好似盗论 盗论就是 要将我们现在思考的问题 当然在思考一个特定的问题 例如这个问题 当是存在本身是什么 这个问题 但是每个人想的问题 都当然不同 但是如果我们把握到 刚才所说的 哲学的一个特殊的意思 在下面 还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常识的挑战就是 这个宇宙如果没有神存在 我们实在太难解释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 为什么会反基督呢 这个意思是 我们如果从他反对基督教的意思 但你可以想像 他其实想反对 用宗教的方式 说明存在 如果这样 这个问题 就丰富很多 这是一个 一个自我家的工作 休息休息 然后我说一下 就是我听您说的这些 包括最近的一些想法 首先就是您之前 就是提到那个艺术的本源那一块 就是我写的那一部分 其实就是 因为您带着我写的这个论文 所以说您也比较清楚 是我在 我其实一开始初中很简单 我也没有想到存在的本源是什么 我就是想 我每次去画画 然后那个状态 我怎么可以去阐释它 怎么去 怎么去 用语言表达出来 而不是就是一张张画 因为一张张画艺术家都是那样子 那么如果通过一个语言的方式 很多艺术理论的东西 它并不能满足我 或者说不能给我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理由吧 所以说我来写这个论文 然后在学习 包括跟您去沟通的时候 尤其是他 等他完全写出来的时候 当然最近我在回头看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问题 但是呢 起码给出一个大的框架 就是能从海德格尔这个地方 因为他已经做很多尝试了嘛 然后给了我们一个初步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但实际上再到后面 尤其是我最近的一些提悟和想法吧 就是让我觉得 其实艺术的本源和存在的本源 包括究竟什么是存在 只是海德格尔他从艺术的角度 就是我们人类可以去操纵的某一个方式 而这个方式是远离行而上学 科学还有因果关系这么一种方式 所以他从艺术方面走 那如果他不从艺术 如果人类还有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的意念就可以直接操控什么东西 也许他就从那方面走 但实际上我们人类能力很有限 可能艺术是我们人最接近于能够沟通 跟神沟通 就是如果有神的话 就是跟神去沟通的一个 一个最直接或最简单的这个捷径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能力 还是跟天父有关系 然后呢 就是相当于通过这个契机吧 接触到的这个事情 但是我后面因为我平常也在看啊 就包括哲学方面的东西 因为知道自己是半路出家嘛 所以说平常看的也很 但是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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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会发现其实 人类经常他给自己制造的 是一种叫做 我觉得就叫做知识障碍 就是这一点我觉得 我从您身上得到很大的启发 就是我觉得您给我来说 最大的一个启迪就是要怀疑 所以说这个我 昨天我也刚看了一个人 是哪个哲学家的 就临终前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哲学的开始和结尾 就是怀疑 就是他是个哲学家 他的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 然后呢 其实怀疑他就是不断的在去挑战 我们已经确定的知识和知识系统 所给我们达到的一些确定感 然后我们不断去怀疑 但这个怀疑并不是说是他说出来 然后我们说他不对 而是说等在无数的知识系统落定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去不能说反反驳他 而是说能够站在另外一个层面上面 去对他进行一个破除 就是把它拆解掉了 这个有点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个删除法 但是删除法我觉得他是他否定了 所以说也许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而不是知识层面的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尼采在这个方面 他为什么在不断的在去用他一种很激烈的这种语言的去表达这种东西 其实他就是想提醒大家这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他反感哲学 然后讲这个语言的 就其实他不断的在提醒语言的这种有限性 还有他的这个障碍性 还有语言所能够落成知识表达的这个障碍感 你才挺厉害的 这就是我的感受对您刚才讲的 不错 你很清楚 这个接下来的问题里面 不过有一点就是尼采 这点我们不讨论尼采这个哲学家的境界 或者他精神病问题 而是说这里面 我其实想讲的是 凯德格为什么晚期用尼采去 去讲他一个未讲完的问题 这点我认为他是有一些策略性的 他不是打算 就是说台举尼采是最伟大的 他也不是说批判他 所以他是一个争辩 就是透过一个对话 如果我自己和自己说话 和对着你说话 我是需要有一个对你的理解去说话 明白你的思路 好像你刚才对世界历史 对强力而止的理解 有些地方是相同的 有些地方是不相同的 这就构成了很重要的差异 如果我自己和自己说话 我永远是同一的 我很少会怀疑自己 当然会怀疑自己 但我怀疑自己 并没有一个差异性 你仍然是在循环的自我思路 所以他刚才说 他即使是反基督徒 其实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的思维 大概这样 所以你在强调这个异教徒 好了 这个强力而止 我想用佛教来做一个对比 这点看下你的意见 强力而止 这个名称明明存在者的基本特征 其实是凯德格自己的语会 因为尼采很少说存在者 这意思强力而止 就是说达塞的一种特征 以前在Being and Time的时候 凯德格认为达塞的特征 就是叫做understanding of being 对存在的理解 有一个理解能力 能够自己理解 这个是到了中后期 他其实放弃了这个project 因为这样说 我们很容易进入了一种 主体性之外 不断反省 我思维 我思维为什么能够那么特别 人和动物不同 就会走出一个传统对人的理解 现在最困难的地方 就是他认为尼采彤是同一个路数 就是不从人的方式去说人是什么 但是正正是我们这样描述的时候 既是在描述人也在描述存在 这是一个一箭双雕 任何一种存在者 就其存在而言 都是强力而止 就是他们用这个方式去定义 这个循环定义 不是很重要 但是接着就开始有一个说法 这个强力而止的情况是如何呢 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这些是另一个概念 留下策先说一下 永恒轮回 或者是永劫回归 是尼采的另一个智慧观念 又是未说完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他在这里开始戒定强力而止 这个will power 是什么呢 是一种意愿 意愿就是某是一种 港义的欲望 他没有价值判断 不是追求五色利用 木盲 五味令人口爽 那些是一种负面的价值 向外耗散 他这里说的意愿 是纯粹从西方智慧的模式 就是 他是一种 如果是用物理来说 其实是指向 例如我们有一个座标 座标中间是00 但我们向右边走的时候 是平的 但是01 再过去02 向东边走 西边走 是120 这代表着一个离开政治 这个意愿其实是 跟老子所说的 尚有欲与观其腰的意思相似 一会儿我就说 这是我理解 因为凯德格也不说道家 这种意愿就是生成 这个说法很奇怪 它是一种生成 如何生成呢? 重点是 就是吸生成 打上存在的特征 乐人 是最高的强力意识 这个强力意识 最后来说 这里说下去就开始复杂了 他说一切皆轮回 这个轮回未必一定是佛教的意思 即是一种重复性 循环性 这个生成的世界 这个世界极度接近 只观察到顶峰 这个是执描写 即是凯德格的意思 尼采描写强力意识 到大宗观察的顶峰 这是后面要说的 我们集中说什么叫永恒轮回 我们暂时不说 这是比想中复杂的 我们看强力意识的 他这里有几个批评 他批评一般人对意识的理解 这是其中一个叫贝姆勒 这个我不太清楚 或者大概是存在主义者 他认为意识的意思 就是指一种信念 或者指一种情绪 他说他以前不是这样 贝姆勒说 一种对克利克拉特世界的埃及化 这个意思就是世界流变 各种方式 意味着 古代的哲学家 重视流变 埃及化的意思就是 因为埃及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就是他有一种轮回 死后的轮回 但是这个轮回 就要人将它变成一种静态 所以他只是画側面 他很少画正面的神 側面的方面 代表这种静态 会转化成为另一个生命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而他认为 永劫轮回的意思就是意味生成的静止 一种静态的描述 就是说他这不是尼采的意思 就是以为 永劫轮回的世界很平静 不断重复重复 他说不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他说这个想法就是存在 生成 生成就是存在 这两个句子 其实是更加深刻的 另一个深刻里面就是用黑格议 这点暂时不讨论 另一个观点就是 雅思培 就是另外一个 属于他老师 凯德格的老师的想法 他认为他是 将这个意志 看成了 是带入强力 以至现实世界的关系里面 这些我不太详细看了 我觉得他是反对机国 最后我们主要说是 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里面就是 看这个题目 就是说强力战这本书 虽然没有写完 但有几个标题写出来 最重要的目标就是 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什么是价值 以前尼采写过道德是普学 就是关于道德是怎样来 分开主人的道德和奴隸的道德 他说一般人的道德就是 基督教的道德 就是当逼人打你左面 是非右面的人打 是一种忍耐服从 认为道德 但是尼采写的是奴隸的道德 主人的道德是说我要的 他的意思里面 主人是愿意自私 他的说法很反常 自私就是爱自己 不是爱他人 由于他是真正爱自己的人 他所牵涂出来的就是一种高贵的意思 我不愿意我明星 随便 这是西方一些文化精神 就是说 当我人被一句语言上的侮辱 我要求决斗 东方人未必明白 为什么要决斗 因为他只是侮辱你的话 坏了你的名声 英文叫by honor by glory 西方个体性精神 他这个就叫主人道德 他认为赞赏这种模式 现在他甚至不是说主人道德 或者奴隸道德 意思就是要重固一切价值的尝试 价值是什么